宛如艺人Makio最欧问奖翻版的画面出现在台中 三名男女他们酒后拦截计程车 猛力的拍打车窗 而到场的女警反而遭到殴打嘴角见血 详情连线记者张俊东 主播好 观众朋友 酒醉闹事的事件是发生在台中 两男一女在喝醉酒之后 画面当中您看到了这个是劝阻的过程 在台中市的街头他们在进行蓝车的这个动作 不过当时他们蓝车不成 两名男子却强力拍打车窗 让这个计程车的驾驶非常紧张 根本不敢打开车门来回应 没想到事后赶到现场来劝说的 远警好几次劝说不成 远警当时本来打算把民众带回派出所呆 进行身份的查验 没想到一名女性的民众趁乱打伤女警 让女警的嘴巴受伤鲜血直流 来听派出所的所长稍早说明 处理的过程中就是要去查证他们的身份 然后他们的配合度是相当差 然后还在现场去叫嚣 那在冲突的过程中 那我们同仁要去逮捕 他的过程中 那其中这个我们有 有个女警 他就遭受到那个对方的攻击 好 所方解释女警压制 女性民众的时候呢 是被打到嘴巴受伤流血 不过这起事件呢 就像一人马基尔 欧打计程车司机的翻版 三个人不但招警方逮捕 依妨害公务还有伤害罪嫌疑送罚办 不过其中这两名男性呢 都是在台中知名的排餐店担任员工 虽然一个人已经离职了 但是针对现任在职的这个员工 久后闹事呢 排餐餐厅的主管 稍早也针对员工脱续的行为 做出说明 目前已经进达过处分 不过呢 将来会依照行则 最终不排除要革职处分 这目前问题掌握在台中 最新情况再把时间镜头交换彭内主播 好的谢谢军灯我们看到呢 这边是最后的男女呢 他们是殴打女警 而且还拍打着计程车的车窗